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TransCanada Highway高速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 一辆半挂卡车和一辆Heli Transit车辆发生严重碰撞 有消息透露至少有15人在事物中丧生 Heli Transit是一种公共汽车服务 运送那些由于残疾而无法使用常规巴士服务的残疾人 可能是盲人或坐在轮椅上的人 几十名急救人员和多架直升机正在现场 据CTV报道 这起车祸发生在温尼伯以西两小时车程远的社区 Carberry附近 在Highway 1和Highway 5路口 当地急救部门STARS表示 共派出了14名医务人员两架急救直升机来到现场 温尼伯当地Healthy Science Center医院已经开启了橙色警报 来应对这次重大伤患事件 STARS发言人Black表示 这是该服务机构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响应之一 一位居民Tracy在周四中午驾车来到附近 在我们靠近现场之前就看到大量的浓烟 她表示 接着她在现场看到一辆半挂式卡车 前端已经变形并正在冒烟 另一辆汽车严重受损 这辆车几乎已经不剩下什么了 她说道 她还指出自己从没见过这样的车祸 我当时都快哭出来了 完全吓到了 我真的感到很不舒服 另一名目击者John在周四中午刚过后 看到一个沟渠里有一辆起火的车 以及附近有一辆半挂卡车的前部被烧毁 她看到现场大约有20辆警车和七八辆救护车 她在接受媒体的电话采访时说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事故 有点令人震惊 目前附近路段的双向车道都被关闭 皇家骑警呼吁民众避开该地区 列治文一名女子在Costco停车场被车撞后 获得了近100万加元的赔偿 据Vancouver is Awesome报道 2017年50岁的桑娜在穿过列治文Costco停车场时 被亚裔利益的车撞到了 桑娜回忆说 她落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撞到了头部 靠近耳朵的部位 事发后 她感到头疼 头痛愈裂 全身酸痛 她告诉法庭 此后她一直无法工作 尤其是为了减轻腿部 无法忍受和不停的疼痛 不得不接受各种治疗 BC最高法院法官泰勒在裁决书中表示 毫无疑问桑娜女士因事故而受伤 这对她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深远而长期的影响 事发时 桑娜拥有一份全职工作 担任医学影像预定员 并为朋友和家人做自由美容师的工作 在事故发生之前 她还担任过医疗办公室助理和化妆顾问 当时她的生活丰富多彩 几乎每天都会健身 为一大群朋友举办晚宴 没有证据表明她有心理健康问题 事故发生后 桑娜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泰勒写道 桑娜告诉法庭 她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娱乐活动 这对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 辩方质疑桑娜的可信度指出 她关于事故的证词 她的工作和收入 以及她的住院情况不一致 尽管泰勒承认这些问题表明桑娜 有夸大和夸大事实的成分 但人认为桑娜是可信的 因为她的身体和心理伤害 已经影响了她的记忆 他补充说 桑娜在她的受伤情况 及其对生活的影响作证时 总体上是一致和连贯的 并且有大量的专家证据表明 其受伤和症状的严重性 泰勒法官最终决定判给桑娜总计 120万8467元的非金钱损害赔偿 她过去收入能力的损失 她未来收入的损失 她的未来护理成本 以及管理家务能力的丧失 然而 鉴于桑娜之前存在 背部疾病 以及她未能采取积极措施 加以治疗和锻炼时期恢复 她决定在上述金额基础上 扣除25% 加达大人在过去几个月里 一直在当地的杂货店 感受到价格上涨的冲击 日常用品的价格高得离谱 这不仅是因为普遍的通货膨胀问题 还因为贪婪的公司涉嫌谋取暴利 虽然Lobloss试图销售10加元的黄油 15加元的枫糖浆和40加元的鸡胸肉 但这家超市正在被加拿大竞争局 正式调查的超市之一 原因是 最近几个月的价格上涨幅度 可能超过已经疯狂的通货膨胀率 加拿大统计区的数据显示 食品价格上涨的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 秋季的涨幅为11.4% 而通货膨胀为6.9% 随着人们难以将食物摆上餐桌 而Lobloss的利润却高得令人瞠目结舌 竞争局在10月写到 加拿大的食品价格正在以40年来最快的速度上涨 许多因素被认为对食品价格产生了影响 竞争因素也起了作用吗 随着调查进行 我们了解 如果Lobloss Macho 和 Empire 被发现有价格哄抬行为 他们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以及政府可能会采取哪些其他的措施 在加拿大国会农业 以农业食品尝试委员会 最新发布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些建议 该委员会曾要求Lobloss总裁 Glan今年早些时候就食品价格上涨问题作证 摆在桌面上的一个关键补救措施是 对这些公司征收暴利税 这使他们被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支付更高的税率 同时也会阻止价格过度上涨 报告还提一制定强制性和可执行性的杂货店行为准则 例如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已经实施的行为准则 该准则将在一年后重新评估 以衡量其有效性 并将提供标准化 解决价格上涨等问题的步骤 报告中提出的另一个好主意是 引入标准化的单价标签模型 以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比较不同零售商销售的不同物品的价格 报告中写道 尽管食品行业面临着与供应链问题和劳动力短缺有关的许多相同成本压力 但在同一时期 它的净收入也出现了增加 并且还报告了平均利润率的增加 这种情况导致消费者团体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质疑成本上涨 是如何在供应链中分配的 同时推测加拿大五大最大零售商是否从事哄抬价格 或者利用市场力量以比生产成本增长更快的速度提高价格 在委员会的其他建议中 无论竞争局的调查结果如何 政府应该更加彻底地记录食品供应链成本 并将其供之于众 政府应该更好地解决食品浪费问题 政府应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数字化等措施改进供应链 政府应更好地支持食品生产者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最新数据 2019年至2021年期间 加拿大两个最大城市的住房存量增加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 这些数字影响到全国住房负担能力的讨论 6月14日发布的报告显示 多伦多和温哥华人口普查都市区经历了小福的人口增长 同时住房存量显著增加 数据显示多伦多人口增长了1.3% 温哥华人口增长了2.1% 与此同时多伦多的住房存量增加了3.5% 温哥华增加了3.6% 住房增加主要来自于共管公寓 多伦多新增了38000多套公寓 超过了镇屋1225套和独立屋8425套的净增量 同样温哥华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新建了19970套公管公寓 镇屋新建6245套独立屋 净减少3680套 众所周知 住房供应不足被认为是房价上涨的一个主要原因 房价上涨已使许多加拿大人迁出大城市 去年CMHC的一份报告称 到2030年全国需要增加350多万套新住房 以恢复人们的负担能力 另外作为住房的主要来源 多单元住宅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出现不同的趋势 根据加拿大住房统计计划的数据 多伦多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 仅增加55套多单元住宅 相比之下温哥华的这一类房产净增长了6020套 加拿大住房统计计划报告说 之前的报告表明 在一些城市如多伦多高密度化 已经催生了大量的大型住房 如出租公寓大楼和塔楼 在其他地方比如温哥华出现了带有第二套房 或巷道单元的独立住宅 富士住宅或三套式住宅 因此在多伦多这类新房产的数量 与住宅增加数量不成比例 温哥华努力推广多单元房产 如巷道房和第二套房 旨在增加住房密度并提供额外的租赁单元 这些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 为整体住房供应做出了贡献 多伦多将于2022年2月改变规则 使建造后院房屋变得更加容易 这可能预示着该市也会出现类似的扩张 这种方法在多伦多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各种因素 包括当地法规 土地规划政策 基础设施容量 社区接受度和对这种住房选择的总体需求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